好 馬太福音十六章 二五到二六節 我一齊讀一下 因為凡要有自己生命的 必喪要生命 凡會有喪要生命的 必必得著生命 人若賺得全世界 附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麽益處理 人還能那什麽換生命呢 這個經文 給我們看到神告訴我們 有些人想要救自己生命 反而失去生命 然後為耶穌喪生命 反而得生命 而說回第一種人 如果賺到全世界 但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麽益處 還可以用什麽換生命呢 其實有兩個項目 一個項目 其實我正在做的是 將經文大約的意思說出來 二五節說出兩個項目 兩個重點 就是救自己生命的 就喪要生命 第二個項目 就是為耶穌喪生命 得生命 然後二十六節 說回第一種人 要救自己生命的 又賺得全世界 不過自己沒有了一條命 還有什麽處呢 人還能那 甚麽活生命呢 所以這裏一開始 講到這一種 就是救自己生命 反而失去生命 或者賺得全世界 這一點就是 用人的反面例子 比較能夠進入 人的反面例子 你記得這個《禪經法》裏面有 人的正面例子 神的恩典 神的聖誠 包括作禮 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麽益處呢 還有人會失去生命 那個反面例子是什麽呢 人的生命是可以失去 失去之後 你什麽都沒有了 可以看 其實如果講到 反面例子實際上有很多的 何人都負責 對 他們都想得到錢 但反而得不到 還要遷去坐牢 這個程度 是的 是的 這是一些新聞人物 犯了一些法 之後 令到後來很不下 美國總統 大家都聽過 有一個要自己辭職的 有一個水門事件,大家聽過,結果是很羞愧的下場 當人的生命失去的時候真的很慘 這裏有些人是找回耶穌的,神就給回他 但如果按照人來說,當人失去生命的時候真的很慘 中國人中間很熟悉的李小龍 當時真的震撼一時,甚至到現在都是震撼,甚至是渠視 那個博物館製造李小龍的生命一樣很多人去看 但他死的時候都是年輕,三十多歲 三十多歲,當他最紅的時候,一下子突然死了 即是看得到人的生命是很沒有渣難的 這個就是,不講這些出名的人物,講回普通人 發現有糖尿病,身體不好,發現有癌症,發現家庭有問題 的時候都會很痛苦,覺得人生好像沒有了意義 這就是一個反面例子,當人的生命沒有意義的時候都很慘 所以世人就這樣,希望凡事順利 凡事順利就好了,他們普通人認為 學業成功,事業成功,婚姻成功,生子女成功,子女又乖,又健康 不過他希望有幾十多年享受生命,到最後的時候 他還是要離開世界,但很多人會有錯誤的觀念 死了,去了安息,去了某處很舒服,這是一個自我欺騙 因為事實上他沒有把握他,是不是真的去天堂 但很多人會相信,我聽過很多喪禮,那些人又沒有信耶穌 他死了,他這麼好人,去了天堂,去了一個好的地方 這只是一種欺騙,但這裡講到 為耶穌喪掉生命,就收起生命 就講到神一樣的什麼,他的聖情和作為 他有什麼權並呢? 神有什麼權並呢? 掌管生命的權,掌管生命的權 掌管生命的權真的很厲害 因為任何人來到死亡的面前都害怕 所以秦子皇會找那些同男朋友去找長生不老虐 用不同的方法,但事實上是沒有人能夠找得到 但是耶穌真的有這個生命權 這個真是很厲害的 這個生命權有兩樣 第一樣就是死後有永生 第二樣就是今生的生命可以很豐盛 可以充滿各樣的祝福,充滿各樣的能力 有各樣的恩賜,可以祝福很多人 這種生命的能力 這一方面呢,這就是神的能力 而祂呢,又很想分享給人 如果神很厲害,但祂不給人 那就沒用了,對吧? 但是神這個能力很想給人 很想人人個個都有這個封聖生命 這就是神的聖情 神的能力,亦都很想分享給人 所以,你想不想有這種封聖的生命呢? 但是這個經文就說一件事 你怎麼可以得到這個封聖生命呢? 是的,為耶穌喪調生命 有些人就說,死了,這樣就祭了 但是這個喪調生命未必說是死的 可以包括死的,就是為主殉道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死才得到這個生命呢? 死,老我的死 是的,老我的死 還有我自我的生命的我的個人目標 我放下,以往我為了自己要賺錢 以往我為了要得到什麼東西 但是我現在願意為耶穌而放下 我的生命就可以得到封聖的生命 可以在耶穌裡面得到一個非常封聖 充滿能力的生命 這是很大的恩怜 但是人始終在這方面有時候會害怕 因為有什麼病,就會害怕 死了,怎麼辦呢? 我的生命怎麼辦呢? 如果神有這種能力 就算我有病 我們可以怎麼看呢? 神有病不等於在神的掌握裡面 也有祂的美意 最終祂的計劃也會祝福你呢? 其實這一個就是無論如何養神 都是祝福的 我們可以想幾種可能性 對於生命 譬如說有病,但病是短暫的 譬如有病,病是致命的 我們可以怎麼看呢? 怎麼可以裡面有封聖生命呢? 如果健康長命,又有恩賜,又有能力 那就最好,就是清靜神 但到有一天我們也有病了 的時候,可以怎麼看呢? 透過我這個病的時候 就給別人榮耀主 透過自己的生命去榮耀神 行臨子也有 行臨子 沒錯 還有一個問題 是否一定要長命才會開心呢? 不是 有時候一個人 譬如他上天堂 神讓他下來 一天 那一天 你猜他可以做多少事? 他可以有幾大影響力 一天 譬如你上天堂 神說我給你一天 你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 那你下來後 你會做些甚麼? 立刻傳導 以一個去告訴別人 復活那個… 天堂 對,好像上天堂的奧秘 對,像上天堂的奧秘 對,像上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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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網上傳媒 立刻在網上傳媒 立刻在網上傳媒 對,好 那才多 要傳遞的 對,要傳遞 即使你有一天 都可以做很大的事 譬如你沒有上天堂 不過你知道神的美好 不過你知道你的生命 只有一天 其實都是類似的 不過不同 就是你上天堂 你有個天堂的故事可以說 但你沒有 但你都經歷過神 然後你知道你的生命 只有一天 或者只有幾天 很短的時間 最近參加了一天 醫院 就是說 說三天 三天 你會怎樣去用呢 我就說了兩天去醫院 去做報道 一天留回來 和我家人一生 就是 心態就是 我們就算有很短的時間 就算有幾個時間 或者就算一個人 譬如他上過天堂 或者他有什麼經歷 跟著他有可能一個小時的時間 但他一個小時的時間 他講出神的恩典 跟著影響他周圍的人 他的生命都是發出光輝的 這個短暫 但我們事實上 大部分人不是很短暫 我現在想到最差的情況 很短暫 但我們其實生命很長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 真的帶著神的恩典祝福人 我們會不會想是這樣 這個是生命力 那這個生命力 那這個生命力怎樣來呢 怎樣有這個生命力呢 怎樣如何 靈女的討告 是的 就是靈女的討告 和神有生命的關係 就是處理生命 人充滿喜樂 充滿力量 你說的話 祝我到人 有什麼人有需要立刻幫他 其實我 一個禮拜裡面 我通常都有見不同的人 輔導 釋放 祈禱祝福 教導 都有不同的人 而看著不同的人去改變 你們都可以的 其實當你的心願意的時候 你處理生命 你就好像在睡眠上課的時候 吸收這些東西 好像阿妹那樣 哇 真的應用出來 興多德式應用出來 跟著又帶著能力祝福人 那你的生命就一路提升 一路提升 那時候呢 其實我們這裏大部分人 都有幾十年 在世上 大部分都有幾十年 幾十年 我不知道一個個不同 你那幾十年可以很輝煌 是的 可以整個生命很大發揮 所以這句經文提醒我們 如果我越是抱著這幾十年 我要 很慘 退休 我就要睡在這裏 或者我要去哪裏玩 有些人退休 去哪裏玩 去睡午覺 享受多些 去做些我喜歡做的事 但是 我想去我們這裏的人 會想 我祝福人 我放下自己 反而會得著更豐盛的生命 而神有這個生命的權 所以我就 祝福神這件事 求祢給我更多時間 我願意 做到我真的 最後一日 都 永遠 不要緊的 就是最後一日 就算我最後一日 早知我能夠 榮耀神 祝福人 都是最好的 希望大家有這個心態 在這個經文 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你這個經文提升自己 神有生命的權 在我神裏 我可以放心 放膽 我可以全然發揮 我可以 嘩 就算一陣間 都可以發揮很大 何況一世人 所以每一次 跟一個人相處 就算有些人難相處 但我們因為對他有愛心 可能一陣間就影響他了 即是我們跟什麼人接觸 就算他不改是沒有問題 譬如家人有些都很難改 但我始終是有愛心有內心 就影響到他了 將這個經文深化 其實每個經文我們看完 你就深化 我是活著神的 我是祝活著神的 恩怨之中 可以享受神的 感謝主 出王